薄熙来可以抓住整个大陆一些民众的愤青他们的心 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痛恨贫富差距 更重要的他们买不起房子 看着大陆飙涨的房价 这些人以中国概念来讲 没有安居就没有乐业可言 因此要一个起码的居住的环境 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一个他们欲望可求 而且觉得政府把房价搞得这么高 是最大的愤恨的来源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于房价的飙涨愤 不只是表现在什么农民工阶级 根本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 表现在中国的教授 所以对他们的打房政策而言 这不是一个经济议题而已 虽然在经济上它对中国的GDP伤害很大 但是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的问题 那么这次宣布打房政策的也是温家宝本人 温家宝本人一宣布打房政策单铁 当天上证指数 一般当地的媒体是因为叫做跳水 就是它的股价像跳水一样 啪就跳下来 第二天港股也是啪全部都大跌 直到周五的时候才因为美国股市的关系 略微微观 罚纪线略高 两并见白 温家宝干了十年中理 老了不少 任其接近尾声 这场告别记者会 能不改他的温室风格 由于能力所限 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 辱者恳恳以尽忠 出者谦谦以自回 我秉承苟立国家生思以 欺引祸福必屈之的信念 我敢于面对人民 面对历史 知我 罪我 其为存求 语速依旧缓慢 引经据典 维维到来 温家宝总结十年政绩 随利有未逮 但无愧于民 政府的一切权力 都是人民赋予的 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 给人民做得有益的事情 我为国家人民 倾注了我全力的热情 长达三个小时的记者会中 温家宝二十多次提到人民 但每一次都饱含深情 苦民所苦 群众也在责怪我们 说房价越调越高 政策不出中南海 我听到了 感到十分痛心 系处从03年上任以来 经历四次打房 温家宝坦言 改革阻力很大 而最近一次的调控 已略见成效 更传出政策将有所松动 温家宝却泼了盆冷水 我以为合理的房价 应该是 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 现在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 因此调控不能放松 如果放松 讲前功尽弃 高房价不但是经济问题 更是引爆民怨的政治问题 温家宝从小老百姓的立场 做政策宣示 却苦了已忘川秋水的地产商 而14号当天 入股早盘原本走势平稳 五盘一开 开始狂蟹 这被称为温家宝拐点的走势 由地产股带头下沙 上证灌货两千世 跌了百分之二点六三 而温家宝对股市的杀伤力 还不止于此 重炮抨击重庆后 薄熙来隔天下台 跟重庆有关的内股 15号平均重挫百分之三 而12天的全国两会期间 受政府工作报告利控影响 上证指数没有以往的两会行情 反而下跌了百分之二点八二 这次 我们将多年的 中国经济增速 在百分之八以上 调低到百分之七点五 其主要目的 就是真正实现 高质量的增长 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 能最终汇集 百姓的民生 今年调降经济增速目标 尽管各方解读不易 但温家宝念知在知的 还是底层民众 记者会上 他一手答左倾的薄熙来 另一方面也回应左派批评 社会不公 贪污腐败的问题 我深知社会分配不公 司法不公 还引起群众的不满 我们必须继续推进 促进社会公平的各项工作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 我们政府 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 一定要做 而不留给后人 即使是在最后一年 温家宝能给自己五项任务 这包括制定收入分配改革 制定农地补偿条例 完成养老保险金全覆盖 推进扶贫工作改善基层教育 而这些无法表现在 经济增长数据上的工作 却足以抚平沸腾了民怨 我将在最后一点 守直而不费 处翼而不回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在中国力求稳定交班的这一年 改革派对新左派进行反击 成为另一场拨乱反正的 路线斗争 温家宝这场告别记者会 将在历史上留下注记 也确定了自己的历史定位